你好,我是昆仑六十,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 按照上一期的约定呢,咱们这一期要往深度的分析一下莲花生大师这个人 昨天咱们聊了一下,这祭护大师呢,为了更好的在藏区弘法 于是啊,就找了外援,谁呢?就是他的妹夫莲花生大师 这二人呢,组成僧团呢,就杀进了吐蕃 是要把这佛法传遍整个血域高原 那么结果呢,肯定就是成功了 莲花生大师仗着自己的一身佛法 降服了这个吐蕃地区的山精水怪 乃至山神龙王和各似的护法 那么事实是这样吗? 事实吗?反正啊,这些山精水怪啊 这些护法神呢,谁也没见过 那为什么像这个拔鞋和这个莲花遗教 这样的书里边还要这样记载呢 那一定是有原因的 今天这段书的最后啊,咱们再分析 在这儿呢,咱们接着呀,聊这个莲花生大师 那这莲花生大师是如何收服这些神怪的 咱们在这儿啊,没法聊 为什么呢? 即便是按照文献,像什么这个拔鞋呀 莲花遗教啊,这种书籍当中所描述的 咱们讲了,那也无非都是神话传说 那么说有没有更真实一点的记载呢? 咱们也不说真实,就是不玄幻 也就是说呢,听着虽然呢,惊恶 但是像人干的事儿,有 这个拔鞋里边啊,有这么一段记载 话说这莲花生大师一路降妖除魔走来 终于来到了拉萨,就来到了布达拉宫 那这吐蕃王赤松则赞,让这莲花生大师登坛作法 一呢,是为了镇妖除魔 二呢,是为了让这些本教的大臣 以及本教的巫师们看看这莲花生大师的本事 这可不能广靠这个佛法或者是靠传说来应付事儿了 拿嘴说肯定是不灵了 这是面对面,眼对眼啊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平地抠饼是当面拿贼 很明显这莲花生大师是有准备而来 于是他写了一幅清单让这个吐蕃王位他准备 这些发气材料准备好了之后啊 这莲花生大师可就要在布达拉宫开坛作法了 这坛上边放的都是什么呀 是这个五肉和五干露 那么这是供谁的呢?是供这些邪神的 也就是危害人间的这些妖魔邪碎 那么说供养不寻常的东西呢 那就要有不寻常的供品 那么咱们就得先说说这五干露是什么 为什么先说五干露呢? 因为我发现在咱们书馆里听众的年龄段还是比较高 我怕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一听完我说五干露是什么呢 就心里起了芥蒂恶心了 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有泡脚的习惯 从保健品店或者是药店买来大包的藏药泡脚 上边就写着五干露泡脚料 为了不让您恶心呢?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五干露是什么呀? 咱们一会儿再聊 咱们先说您那泡脚料那五干露是什么? 您那五干露啊是新五干露 这五十年代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啊 那老的五干露不让提也不让用了 这新五干露是什么呢? 是刺柏、杜鹃、白野、蒿和藏麻黄 最后一位是水柏枝 他们按照这个生长的地域可称为羊、草地、土、阴、水 这五种干露 对应的神呢就是天、人、八部、妖和龙 虽然没那么神奇呢也没那么恶心 您踏实的泡脚您就别忘了买这类东西的时候得跟他砍个价 他们要的都虚构当年我也给我妈买过 我是从北京一个叫成田保健品批发市场买的 那儿有一个专批藏药的一个大叔 纯粹的藏族人扎实一得类 说北京市所有的这种藏药的泡脚料包啊 全是挨他那批的 我不信这个 我认为人要累了 热水泡不就行 不用非得使药 不耐呢 这老人指挥呢 我就去买去了 我不知道您花多少钱啊 在保健品商店买啊 反正我在那儿买啊 这一大包啊 里边应该是几十小包 每包和六毛 得嘞 这闲话就不少 咱们继续聊啊 这莲花生大师的五甘露 那这五甘露都是什么呀 大香小香脑髓红白菩提 这大香啊 就是大便 不是谁的大便都行 必须呀 得是这个上师的大便 那这小香呢 自然就是上师的小便了 脑髓是谁的 不是猪牛羊的 人的 也是有成就的密松上师啊 原济以后留下来的 这红白菩提呢 红菩提啊 就是女血 不是普通女性的女血就行 得是这个空行母 也就是明妃啊 上师的明妃的红菩提 那这白菩提呢 就是这个上师的南京 这些东西也不是用普通的容器来成 都用这个炉器来成 什么叫炉器啊 就是人的半个脑壳 后来呢 这种东西就被称为嘎巴拉碗 这个嘎巴拉碗啊 咱们不陌生 咱们讲这个清平大小河桌之乱的时候啊 这小河桌 获鸡站的脑袋就被乾隆皇帝做成了嘎巴拉碗 也就是炉器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炉器来成呢 因为这个密宗认为啊 只有用炉器成练这些东西 炉器的底下呀 才会升起这个风轮和火轮 当然这风轮和火轮呢 绝对不是真正的火 哎 这凡人肯定是看不见 哎 只有这个上师能做到 也只有啊 用这个炉器才能做到 那普通人能看到什么呢 普通人只能看到这些东西啊 在碗里沸腾 直至啊 变成这个乳白色的神物 哎 这法式啊 就算成了 那么说这五肉又是什么呢 这五肉说法就多了 那有一种说法说这五肉啊 是项肉 马肉 人肉 还有狗肉和黄牛肉 也有人说这五肉呢 是这个项肉 马肉 人肉 猪肉和狗肉 还有一种说法啊 是这个孔雀肉 项肉 马肉 人肉 和狗肉 哎 各种这文献不同啊 这写的也不一样 其他肉呢 可以不同 但是啊 每个文献上啊 都记载 人肉是肯定有的 您看呢 这祭台上这些贡品呢 就已然很可怕了 再看看莲花生大师本人 您看看现在莲花生大师 留下的这些唐卡画像啊 哎 基本上 画像什么样啊 这真实的情况就是什么样 因为这个唐卡 据说呀 呃 这个画家不说谎 这模样上啊 是有夸张的 他得按照啊 这画佛像的标准来 这画佛像什么标准呢 这佛像啊 得具备啊 32种 大人像 80种 随形好 哎 所以说呀 您看这个佛像啊 基本都一样 但是啊 他手里拿的这些法器啊 应该都是真实的 他一手啊 拿着这个金刚杵 另外一只手呢 端着一只嘎巴拉碗 这些碗里啊 通常还有东西 有的时候啊 是人肠 有的时候是人眼 我跟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佛像上有什么 当年的祭祀就有什么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59年 为什么持续到59年呢 那是因为啊 这个一些分裂分子叛逃了 他们带走了这个激进的藏传佛教 我们呢 规范文明了在本土 在藏区的藏传佛教 所以像这些东西才不存在了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呀 我们要说说莲花生大师这只法杖 这只法杖有名字呀 这只法杖叫天杖 在画像里也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啊 这法杖是大师抱着 也有时候这只法杖啊 在大师背后戳着 这天杖了的咱们从下往上说 这天杖啊 杖杆之上顶着一只宝瓶 这从这个宝瓶里伸出一只三叉戟 这三叉戟啊 戟头和宝瓶中间呢 可厉害了 有三只骷髅头 最上边的一只啊 是一只干枯的骷髅 中间呢 是正在腐烂的一个人头 最下边是一个钢沙的血淋淋的新鲜人头 在这个人头之上就顶着这根三叉戟 三叉戟上垂下来挂着法骨 说起这法骨啊 您也不陌生 嘎巴拉骨就是两个人闹壳对称的 那么说这莲花生大师做这些有必要吗 有必要 人家这个传法小分队啊 是有分工的 这纪护大师就是负责佛法高身 哎 就是吐蕃呀 这帮贵族听不懂的那些佛法 这才显着玄妙呢 那这莲花生大师呢 凭两样 一呢 就是用这个印度师婆教的这些血腥祭祀 先把这个民众唬住了 那然后啊 就得展示法术了 那这第一波的操作管用了吗 当然管用了 吐蕃的这些贵族 包括本教的僧众 哪见过这个呀 这一番操作下来呀 哎 吓得是目瞪口呆 书中记载 有约王妃直接就说了 这看样子黑暗的时代到来了 那怎么个斗法 这本教啊 这回来了信心了 因为这萨满教本来就怪力乱神 什么吞火呀 钢签子渣肉啊 什么走钉板呢 上刀山呢 这个信守年来 可是一比起来 他们才发现 他们这点本事啊 和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团队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首先说这莲花生大师都会游泳 能潜水 能洋泳 让这帮出生在高原上的吐蕃人呢 吃惊不小 那您想啊您为什么有时候看咱们这个藏族同胞啊 身上总是脏乎乎的 那不是人家不爱清洁 是属于高原上啊 这水源非常的珍贵 那您想想 连洗脸的水都没有 哪来的水去游泳啊 那莲花生大师呢 生活在恒河边上 那游泳对人家啊 那家常便饭 那广比体育吗 当然不能啊 那还有玄妙的法术呢 拿出一根绳子往天上一扔 蹭蹭蹭 这大师啊就爬上去了 感性啊 这叫通天锁 你不是拿钢签子扎脸吗 这莲花生大师的团队啊 直接用一把刀就穿过了塞棒子 从那头露了出来 等等等等吧 就是这些个法术 平地扣饼是当面拿贼 就把这个本教比下去了 最后这本教大法师认输了 这佛教算是在吐蕃就站住了脚跟 14个月以后 莲花生大师带着两位妻子 就离开了吐蕃 具体去哪儿没有人知道 吐蕃文献没有记彩 印度尼泊尔以及这个中原大堂 对此事都没有记彩 再也没有人知道 这莲花生大师的下落 可是这吐蕃人有个说法 说莲花生大师本来就没离开西藏 化作无数化身呢 护佑这片土地 那我们就得有必要分析分析了 这莲花生大师他到底是什么人 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其实啊 当我读到莲花生大师 有这些神通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印度的一个群体 这种群体啊 叫巴巴 是印度教的一群苦修者 他们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 属于印度教四大分支当中的师婆教 直至如今呢 这群人还靠这些怪力乱神的法术来吸引信众 他们平时都在山里引修 什么时候出山呢 每十二年一次举行一次叫做大湖节 这些个巴巴就会在四个城市出现来过这个节 为什么是四个城市呢 因为相传呢 这佛与摩呀 为了争夺一个大湖 打起来了 这湖里装的是什么呀 装的是仙丹 长生不老的仙丹 这大湖啊 一露出四个仙丹 就是现在所说的这四个城市 规模最盛大的 要属啊 这个阿拉哈巴德 为什么这个阿拉哈巴德的聚会最为盛大呢 因为这儿啊 是恒河与亚摩纳河的交会处 到了大湖节的时候 这信徒都会在这儿啊 沐浴身体洗净灵魂 这个节可不是年年过 十二年才有一次 你要是有幸去大湖节 您一看就明白了 在那聚会的巴巴 到时候那是大显神通啊 什么举手巴巴 这手在天上一举啊 那就是五十八年 什么烤火巴巴 坐在一个大椅子上啊 这椅子架在火堆上 当然是炭火堆啊 没有火苗子 那也可以啊 看着呀 那是有无限的神通 还有啊 各种的法术 那是举不胜举啊 这巴巴呀 分两种 一种是轻一派 这轻一派的巴巴呀 还穿着衣服 另外一种啊 就静一派 这静一派的巴巴 连衣服都不屑穿 赤身裸体的大光眼啊 您看这些巴巴这些法术 可能啊 没有您从书上看 莲花生大师那么神奇 可是有一只巴巴呀 现在失传了 是这个师婆教里边的骷髅派 您看啊 这莲花生大师的那只天杖 就是骷髅派的天杖 像什么嘎巴拉碗啊 嘎巴拉谷啊 都是这只巴巴在用 他们在哪修行啊 都在师托林里修行 那这师托林是什么呢 这师托林呢 您可以理解为啊 是墓地和这个天葬台的结合体 印度教啊 人亡故以后啊 就抬到师托林 等待着野兽吧 尸体分食 他们认为这样的灵魂呢 才能入天堂 才能进轮回 和咱们藏族这个天葬的意思啊 差不多 所以呢 这群巴巴的法器啊 和这个尸骨啊 尸体啊 都分不开 他们身上涂抹的白色粉末啊 也都是从这个烧尸台上扫下来的 说白了呢 那就是骨灰 大概也就是这个八世纪左右 这只奇快的巴巴一只啊 在印度啊 就失传了 慢慢的呢 也就消亡了 差不多呢 也就是莲花生大师进葬的前前后后吧 所以说呀 这莲花生大师很可能和这只巴巴有关 那么说祭护大师怎么有这么一位亲戚呢 哎 当然了 祭护大师有这么一位亲戚也不奇怪 但是很有可能 这莲花生大师啊 是祭护大师刻意请来的 因为这祭护大师从第一次离开吐蕃 他就打定主意了 因为呀他已经摸准了吐蕃这帮贵族以及民众的脾气 这些个怪力乱神呢 反而的吐蕃人倒吃这套 那么说这祭护大师不会这些吗 不一定 他还要以后啊 传法讲法 他要保证他的庄严庄重性 所以呀 就不如精心打造这么一位莲花生大师 等到斗法结束以后 赢了 您这位莲花生大师啊 就可以消失了 留下祭护大师在这传正统的佛法 这也就是啊 为什么如此大神通的莲花生大师离开了吐蕃之后啊 全世界任何佛教经典中都再无记载了的原因 让他呢 干这些啊 戳得住根 唬得住人的事 哎 咱们讲的是佛教故事 咱们理性分析 咱们既不讲佛法呀 也不说佛源 咱们讲的是故事 您要是个佛教徒 是个藏传佛教徒 喷我也没必要 我这些故事跟佛没有关系 只不过是民间故事而已 能讲这集啊 我深思熟虑了很久 咱们普通大众能听 这藏族同胞啊 听完之后也能过得去 所以呢 往深了 往细了 咱也不说了 咱们就到这 您要是想啊 了解更深 您就去买本这个莲花生大师传 那里边写的那可神乎了 这大师的故事啊 在咱们书馆之后的故事里还会提到 明天咱们接着聊 明天聊点什么呢 这佛本之争刚刚开始 这莲花生大师和祭乎大师 刚打赢了第一仗 这第二仗啊 咱们得说说了 怎么处置这帮本教的信徒 没准啊 咱们还能说到 这佛教啊 在这雪域高原上的这个密险之争 得嘞 您早些着 咱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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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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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